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3月19號的 苦海紅洋 我是洪遵 那台北股票市場呢 今天在緩步當中 又創了一個波段的新高 已經又來到今年的新高點了 那我跟大家講過說 之前呢從9400點 漲到10400點那個地方呢 它是屬於一個出身段的格局 那接下來呢 新的主身段的格局呢 必須由新的資金來做推動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字卡的部分 首先因為現在呢 過去是走9400點來到10400 這個地方呢是出身段的行情 那出身段的行情 通常都會帶有很多很多的利空啊 那接下來呢 它做了一個主身段前的回檔 主身段前的回檔之後呢 它是帶亮鎖 所以未來要走主身段的行情呢 它還會帶一個軋空的氣勢起來 那誰來嘎這個空單就很重要了 因為市場上面呢它不怕跌 它最怕的就是沒有錢 那過去呢外資一直在賣台灣的股票嘛 去年賣了3000多億 然後這些資金呢也陸續的匯出去的 但是呢現在行情不一樣了 因為我們從整個美元指數的表現呢 我昨天有跟大家講說 現在呢美元指數開始走落 因為呢 聯準會呢可能會在本週的時候呢 宣布它要暫停升息 那如果它暫停升息的時候呢 一些放在parking在美元的資產呢 它就會往外流 它就會流到了包括新興市場裡面來 包括其中的台北股票市場裡面喔 所以呢新台幣呢 在昨天已經出現了一個升值的狀況對不對 所以呢錢開始在回到台股囉 已經開始在回到台股囉 今天新台幣還是升值的喔 那整體的資金面只要沒有疑慮的話 其實台北股票市場呢就會緩步的墊高上去 最重要的是不要出現一個爆量的狀況喔 如果出現爆量的狀況呢 就容易出現回檔 在一個溫溫漲的格局底下 會是最好的 會是最好的 但是盤整之中呢 它會出很多很多的標固 內股輪動格局的走勢底下 你可以看到喔 今天大盤雖然是收在平盤 下跌的加速卻比上漲的來得多 但是呢 跌的幅度呢 下跌的幅度 跟上漲的幅度差起來是有差異的喔 有些個股在漲的時候 它是非常非常凶狠的 它是非常凶狠的 比如像說 在3月4號的時候 跟大家講過 資金的流向面 開始往網通跟生技類股在做移動 對不對 所以網通跟生技類股的漲勢 是不是特別特別的強悍 因為這些資金都已經轉入進去了嘛 那一開始漲的是生技 那現在呢開始移動到網通類股裡面來 所以個股之間 它是走一個輪動輪漲的模式 3月份呢 那時候我們看到的資金 開始往網通跟生技類股去做移動的時候 我們也把資金往這個方向去做parking 那基本上目前都還是獲利當中喔 目前都還是獲利當中 除了自鈔的部分呢 它有小幅度做回檔 因為它現在目前還在整理當中 不過呢 以整體的格局來看 它並不是走空 它只是在做一個收稠的動作 但是呢 陸續的會有一些個股開始做反應 包括之前的亞斯康做的反應 對不對 包括亞信的部分 東洋科的部分 那今天開始呢 昨天已經開始走到了重達的部分喔 所以重達當時我們在買進的時候 它還在做一個橫盤震盪整理 資金在做轉入 它都有一些訊號出來 比如像說缺口的部分喔 比如像說 它是強制股量大高點不是最高點 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你要去找買店 那它在拉回測試支撐的時候 一般投資人都會忘記它 都會忘記它 因為它不是那種 市場上面很熱門的交易標的 所以呢你不會去注意到它 但是股票市場不就是這樣嗎 我們是一個保石商有沒有 我們要去找的 我們要去找的 就是人家還沒有發現的 人家還沒有發現的一些保石嘛 所以呢 它在拉回震盪整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下去進場做布局 我們下去進場布局 昨天已經創下新高驗證了嘛 對不對 今天其實它還是持續往上去走高 而且已經創下收盤價的新高點 已經創下收盤價的新高點 重點在於說 你在橫盤整理的時候呢 如果你沒有下去做布局 那你在上來的時候 你才要想去追價 你會遇到兩個很重要的心裡面 第一個追價的過程當中 真的會讓你追的好嗎 昨天創價最高點來到105.5元對不對 當然如果說你追價追在105.5元的話 那當然你現在如果再過高上去 你頂多是解套 那你遇到解套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想賣了 你就會開始想說 我這個地方我要做獲利了結 或者是說反正都解套了 那我就先賣一趟 但是呢 因為我們的買點夠低 我們買點在91塊錢 我們現在是賺錢的 我們現在是賺錢的話 我當然就有 我當然就有那個心可以去抱他 所以我們之間會有產生一個差異別 那個差異別就在於心態方面 人性最重要就是貪婪跟恐懼 那你如果克服這個貪婪跟恐懼呢 最重要的就是在於你的成本價位 還有整體的技術面方面 是否出現一些空方的訊息 那目前如果說他沒有出現空方訊息的時候 當然我們就會抱得住 我們就會抱得住 而且賺的才會多 所以未來是走一個網通類股的題材 那包括很多的電子零組件啊 因為受惠於整體的5G 5G的方面的開始啟動 那以前的3C消費電子產品呢 因為他本身的毛利率就是比較低的 但是新的包括在網通的部分呢 他必須要忍受高壓跟高溫的關係 還有高傳輸性的關係 所以整體的毛利率是會提升的 他是會提升的 那現在呢很多的資金已經開始往一些 未來的中小型類股的電子零組件去做移動 尤其是一些低價的電子零組件去做移動 所以行情方面呢 你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 那我們之後呢就會跟著外資 因為外資要回來了 我們就要跟著外資的腳步 一起來做布局喔 現在呢是一個主身段行情才剛開始的時候 你要趕快跟著我們的腳步來 一起來養標股 因為只有在底部進場的時候 只有在底部進場的時候 你的操作方面你才能夠克服人性 否則每次都在追高 一旦追高追錯了 你在拉回的過程當中 你會受傷會受得很重 會傷得很重喔 所以呢最好的操作方式 一定是買在底部的時候 第一買未來你才有高可以賣 如果你在底部進場 不知道怎麼買的話 不知道怎麼買 或者是你挑不到什麼 哪一些類股 他是屬於底部起漲的標的的話 你要跟著我們的資金面一起走 因為只有資金的流向 才能預告行情未來的方向在哪邊 之前我都示範過給你看喔 那現在下一個目標呢 準備要移轉到電子類股了 那主身段的行情要啟動的時候 這一波賺的才會是最大的 所以趕快跟上腳步來 我們現在有168方案 我們現在有168方案 跟著我們一起 跟著我們風情操盤式一起 在起漲的時候一起做佈局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預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標故正行情 金流168專案 限時優惠實施中 金流168專案 限時優惠實施中 請您力氣拨打專線 02-8773-8859 02-8773-8859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價贈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